你现在慢慢地闭上眼睛 三 二 一 想要彻底改变一个人的认知 需要循序渐进 来唤醒他心中真正的意见 我看到 我自己把自己也给 我们是绿藤市公安局的 他们认为是你故意诱导孙东 产生强烈的愧疚心理 致其一语加重 孙东的自杀是不是跟你有关 变色龙 它会随着周围环境的不同 而改变自己的颜色 既可以自我保护 也利于它捕迫猎 银叶 你看到了什么 人的内心是一座神秘花园 就像这枚硬币 要真正认识一个人 你得看它的里面 我的里面 又是什么 下周一晚十点 芒果季风 沉睡花园 倾听记忆深处的预言